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这颜真热闹 对啊 凌阳 你看那里有虎饼 凌阳你看 真可爱小兔子 这里还有一只小老虎 快走快走 今天父子该叫劝学了 怎么了 紫辰 娘 县城真好 有学堂 是啊 像你这么大的孩子 是该上学堂吗 村里哪有孩子能读书的呀 是呀 我们紫辰这么聪明 是应该读书 紫强紫熙也是 总不能当文盲吧 只不过咱们村里没有学校啊 要是全部都来县城上学 也不太现实 不然我先给孩子们当一阵夫子吧 教些诗词应该没问题 对呀 季弘 你是读书人 那这次就先谢谢你了 之后我请你喝酒 喝酒 娘 那我们是可以读书了吗 是的 走 我们先去买些文具 买一些笔墨 娘 太好了 可以读书了 快走吧 娘 走 就在这院子里上课 摆几只小板凳 一人一张小书桌 你呢 就每天下午的时候过来 我想想还要准备点什么呀 季弘 我应该给你钱的呀 不能让你白干 反正为是闲人一个 能给孩子们教点东西也是好的 不行 这也消耗了你的时间呀 你父母喜欢吃野鸡野兔吗 你走的时候可以多带一点回去 池原娘子不必客解 其实我父母并不赞同我如此有利 他们只希望我尽快考取功名 所以我也不知能在西工村 教孩子们多久 这束修就免了吧 那行 谢谢你啊 季弘 你哦 爱我哟 季弘 你别误会 这个首饰呢 在我的故乡 是表达感谢的意思 比心 感谢的意思 来 来 其实 一年后又有课室 我若再不参加 父母怕是要震怒了 那 你自己怎么想 我知不在庙堂 人要是不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跟一条咸鱼有什么区别 谁说一定要考取功名 才是厉害的 季弘 你要是想成为一个发明家 我看好你哦 是 如果不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和一条咸鱼有什么区别 我明白了 齿鱼娘子 谢谢你 那 我也爱你哦 嗯 嗯 齿鱼娘子 你说要做什么教学版 那是什么呀 哦 就是这个 咱们砍几个木料 回去你帮我做 这个 是给孩子们上课用的吗 嗯 你可以在上面写字示范 是 这样能更好的教学吗 还真行 齿鱼娘子才真是灵巧 怎么了齿鱼娘子 我先扶你过去坐着 来 慢点 我看看 你把烧了 烧得挺严重啊 这是 辣潦草 那次拍那个和酒有关的戏 酿酒就是用这个做的酒曲 齿鱼娘子 你别管什么草了 赶紧看看伤吧 我 我这脚 怕是动不了了 要不 我背你回去啊 你背我 你这读书人 我虽然算不上身强体积 却也是个男儿 你放心 我可以 真的可以吗 来 慢点 一 二 三 你很轻啊 吹鱼娘子 季鸿公子 你是不是快没力气了 要不我自己下来慢慢走 这天都快黑了 回去还有段距离呢 你这脚怎么走回去啊 再说 背着你 我也愿意的 那季鸿公子 这次就谢谢你了 季鸿公子 我到了 你放我下来吧 好 小心鸿鸿娘子 鸿鸿娘子 我扶你进去吧 不用了 我的脚已经没那么疼了 可以自己进去 那你脚上的伤 记得伤药 你们在做什么 子强 你怎么出来了 我看你这么久没回来 子晨子夕都很着急 我再出来找找 谁知道你们 你怎么又来我们家了 子强 我的脚扭伤了 多黑鸿公子把我背回来的 你脚受伤了 我扶你回去 鸿公子 那我们先进去了 你别跟着了 子强 不能这么没礼貌 晴鸿公子 不好意思啊 我们回去了 这天都快黑了 回去还有段距离呢 你这脚 怎么走回去啊 再说 陪着你 我已孕一等 三月花开门千刻 极尽心事难说 可为何是落寞 四季交替时光蹉跎 夜里一盏是烛火 明灭是因果 灰夜却难割舍 若是光会照样 作随的一段过往 看前方的暖阳 告诉你还有希望 娘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会原谅这一路不堪的伤 这是 辣潦草啊 娘 你的脚筋还疼吗 娘 紫辰 咱们这个时空 不对 咱们这片的人 爱喝酒吗 爱喝呀 那哪天你带我去酒坊 买点来尝尝 好 娘 事还没好就想喝酒 可不乖哦 知道啦 她睡下了吧 嗯 睡沉了 那个季红对娘不怀好意 还让她来教我们念书 这不是 招了一只大灰狼 哥 那就引狼入室 反正她没安好些 可是哥 先不论季红公子是不是要借静娘 她要教我们读书也是一桩好事 而且今天她还主动背娘回家 也算是救了娘 季红公子还挺英俊的 我觉得不错 英俊有什么用 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的 我看还不如 还不如咱爹 可是 可是我们的爹已经不在了呀 子晨 子夕 你们都想读书吗 嗯 嗯嗯 那咱们就当帮娘 考察考察她 好 我 四季交替时光佛陀 夜里一盏是烛火 明年是因果 回忆却难割舍 我 看前方的美容 告诉你 还有希望 我 若时光会原谅 这一路不堪的伤 岁月长河里念念不忘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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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